有料有才华 逃班计划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吗 我记得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你们就是觉得我们营业的不够多 你看看我的小红书快去 随性吧 但同时也更加克制 稳重 我现在是质疑这段采访 并不是很理解这段采访 但是我成为了这段采访 那今年上网冲到 我给你喜欢一个 什么狗啊 是那个卑微小猫 哇哇哇 我觉得肯定反正所有艺人讲的 肯定都是隆重 好无聊 我选择不走红毯 也不上热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笑 OK 我肯定是拖拖藏不住啊 对啊 因为我演了 那你最喜欢的是 我张哥张二元演的 明龙少年 历年的舞台2023 那你有看披荆山基吗 哈哈哈哈 呜 哥哥我瞧脑为宿了 不好笑 OK 你知道什么意思 恭喜你在 无语表现优秀 我东西多学 你不要再厉害了 我 我觉得你很努力 如果2023年没有做到要机 再推到2024 我本来是今年想上160 2024年征军 都拉了 应该60关起 我的乐阳都很实际的 痴心妄想这个年纪 我已经感觉我已经过了 怎么像一个级运动品牌啊 Keep on running Keep on fighting For what Who is now open your wings Keep on running Running from who Over your wings for who OK Anyways What was the 问题是什么 如果run不了的话 也只能 Keep on standing 或者Keep on walking 对吧 你修理点 这个身色 我们受到了很多关注 你们怎么看待 我必须要说 我其实在演习当中 我并不是什么高手 我只是非常的 热爱塑造角色这件事情 从顺息不顺利开始 到好像稍微有一点点 有找过来的面试 也相当说会比以前顺一点 一步一步 就我觉得塑造角色比上一个 跟他的成功就好了 不管就最简单的 给让大家笑一下 或者让大家看到 会觉得说 哇 就是 哇 这个我没想到 我也不是收集所有的玩具 都是Vintage Tour 小的时候 我梦想是有一个玩具店 因为那个时候个子很小 所以你看 我都这样看 就感觉 装载了所有 最美好的东西 那我就 希望我 家 我是个核控 我又不喜欢拆 你就想像是 会不会像玩具同一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治愈我的 还好 不一定是玩具 但是就是说 你可以找到一个 能够让你找到安全感 或者是有治愈感的一个情绪 里面真的有钱吗 真的有钱啊 多少钱 两块钱 这么可怜呢 表演才艺啊 我倒是 能够很快速度吹一瓶矿泉水的 你是不是故意把这个标撕了 就是因为知道有这个环节 是不是 我真的刮到了怎么办 真的中了大的怎么办 肯定没有 啥也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啥也没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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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